第2171章 高智良东厂报告 他实在是想不通啊 这江南集团为什么这么安静呢 这么逆来顺受啊 难道 商人就这么软弱 就这么逆来顺受 就像当年的沈万三 那也不能这求饶都不求啊 他赵浩的丈母娘可是大丈公主啊 别人跟朕说不上话 亲姑姑的面子 这真还是要给的嘛 这到底唱的哪一出啊 万历感觉自己都快要被憋爆了 甚至心头还生起了不祥的预感 难道 他们还藏着什么杀手锏 莫非 是要安排六科的人 封朕的旨意 说朕下的是终止乱命 无法执行 有可能 张宏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不过不太可能 阎官向来将祖制奉为闺孽 怎么敢说恢复祖制是乱命呢 那你们说 怎么回事 万历也是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皇帝的态度摆在那里 就算封还一道旨意有什么用呢 只会更加地恶化江南集团的处境而已 张宏摇头表示说不好 张经呢 他个东厂太家干什么吃的 万历又想起了自己的出气筒 吼道 查个江南集团的底线 都几年了 还没查清楚呢 皇爷息怒 东厂已经查清楚了 张宏不能不替努力的干儿子说句话了 但因为收集到的情报太多 太过惊人了 张经唯恐有误 不敢直接上城 正带人在某处秘密整理针匾 据为存真 好明明白白地禀报皇上 哼 让他快点 万历助才神色稍急 狠狠地一钻全倒 要是再让朕失望 看朕怎么收拾他 这边 万历奇怪江南集团为什么这么安静 而宫外却是已经天下哗然了 江南集团的势力范围内的江南 东南一带 更是冷水浇进了油锅里 彻底炸了锅了 连日来 报纸上全都头版刊发这一爆炸性新闻 作为集团喉舌的江南日报 虽然是要表现出一贯的大方得体 不便直接卖惨 但是也是满指悲愤的质问 他们一没造反 二没作乱 只是想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已 难道这有错吗 何况过去二十余年里 这集团已经累计向朝廷和各级官府 纳税三亿两白银 捐赠一亿两白银 另外还向宫里面进贡超过了四千万两白银 这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四亿四千万两白银了 这赚的钱已经是大半都归了皇上 难道这还不够吗 另外还将龙庆皇帝当年颁布的特许状 还有龙庆皇帝给皇家海运的亲笔题词 整版都踏印了出来 这自然就引得了群情激愤 各方纷纷口诛笔伐 大骂万丽皇帝无信无义 残暴不仁不顾百姓死活云云 就连一惊病中卧床 快要郁郁而终的王盟主 文讯都垂死病中惊作起 奋笔疾疏 骂皇帝了 王世珍本就是文采超拙 又憋了几十年的怨气了 这下子全部都发泄到了万丽的身上 骂的那叫一个惊天地气鬼神 当他的这篇不嫌不孝何以为君 在应天报的头版刊发之后 创刊以来一直半死不活的应天报 销量直接翻了一百倍 直接成了仅次于江南日报的一流大报 好家伙 终于把握到了流量密码的王盟主 这下子并是全好了 也不着急去死了 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 全方位无死角 全月无休喷皇帝的伟大事业当中 而且他不光自己喷 还带上了屠龙 高攀龙等一帮的同道一起喷 报纸的输出放大气的作用 此刻尽险无疑 在江南彻底形成了一面倒的舆论 喷万力竟然成了财富密码 不不不 是政治正确 在这种不喷不是中国人的情势下 非但那些满脑子中军思想的保皇派 不敢说话了 就连那主张调和折中 各让一步的斡旋派也不敢声张了 全部都乖乖闭上了嘴巴 打算等这场舆论风暴过去再说 他们现在只恨当初没有像王盟主那样 半份报纸 虽说林渊县于不如退而结网 可是这网也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呀 等他们办出新报纸 这波黄花菜都凉了 只能说是等日后再说了 有了笔杆子们不遗余力的煽动 武德充沛的笔杆子们 便是愈发躁动了起来 各府县的民兵 工人护卫队群情激愤 嗷嗷嚷嚷着 要打到北京去 用手里面的龙庆士 狠狠地教训一下 不知天高地厚的归儿子万力 这费反迎天的场面呢 着实是把地方干部们给紧张坏了 他们赶紧一面竭力地安抚众人 千万不要擅自行动 一面局面不可收拾 一面呢 又得顺从民意组织一部分代表 到浦东去请愿 鸟无头不飞 舌无头不行啊 这何况 还是一切行动厅指挥的纪律部队 这局面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当然是得听集团的了 到了集团走目才知道 原来啊 赵浩去了海外 这么大的事情 当然得等他回来再做定夺咯 便先由集团总裁江雪莹出面 替赵浩做了一番思想工作 说事发突然 集团呢 确实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但是请大家呀 保持冷静 集团会全力地度过眼前的难关 全力地保证大家的正常工作 和生活不受影响 他说呀 别人越是看不得我们好 我们就要越好好的干 越是想要乱我们 我们就越是不能乱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也没有人能够击败我们 这好说歹说总算是将众人的情绪 暂时安抚了下来 江雪莹又请他们回去 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这才送走了各地的请愿团 内乡间 百官的奏书也是雪片般地 飞向了一昆宫 纷纷地劝万里皇帝 不要意气用事 千万别开历史倒车 不光是江南系的官员 山东帮 山西河南帮 湖广江西帮 乃至于是川陕云贵的官员 全部都众口一词 极言海尽之害 这万里皇帝居然能够凭着一己之力 让田党 贤党和促党 这立场完全一致 不说是空前绝后吧 至少二百年来是 西德拉是独一份了 就连当年他爷爷跟文官集团 玩命争爹那会儿啊 也有张聪 贵厄 方宪夫等 一小撮的纪统派在支持着加进皇帝战斗啊 那现在呢 好嘛 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文官 站出来支持万里恢复海尽 能够把自己彻底混成顾家寡人 也不能不说这是个本事啊 其实吧 文官集团当中也不是没有投机派 投机派永远存在在任何时空当中 但是之前呢 接连的岛章和征国本 已经是严重地撕裂了 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关系 双方间的鸿沟有楚河汉界那么宽 已经是到了遇事不看对错 只看阵营的地步 那既然你是文官 那就只有跟着皇帝针锋相对意图 那此外别无选择啊 所以啊 已经没有投机派 斡旋派存在的中间地带了 而且啊 现在的官员也都非无暇阿蒙了 哪个没有读过几本科学读物啊 早知道这世界之大远非华下一语了 很多人甚至还有环球游历的经历呢 这年轻的士大夫们早已经不再是盲目自满 已经开始畅想 让全世界都说中国话了 连刘大相的孙子都成了狂热的征服派 那万利还搁这儿开历史倒车 说什么恢复海禁不是纯属找喷的吗 内阁和六科甚至都放出话来了 说什么 若是有上运要求朝廷执行海禁政策 那他们一定会行使风波之权 坚决不执行这一乱例 万利起先对百官尚书嗤之以鼻 反正每次都是吵吵嚷嚷 草草收场 实在毫无新鲜可言 但是内阁和六科啊 公开表态了要风波他具体的上誉 对万利啊 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 因为那代表着文官集团对他的立场 将由劝谏转向对抗了 皇帝旨意一旦被风波 他的威信就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就像当年他爷爷面对的那样 杨天和先后封还玉闭者司 直奏记三十书 地常忽忽有所恨 想起来就气得肝疼啊 那当然是 嘉靖皇帝要么窝囊地退让 从此威严扫地 被文官集团欺在头上 要么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 坚持地干下去 那虽然说啊 皇帝硬要干 文官大约也是拦不住的 但是这干事的人 麻烦你自己找 到时候干砸了 一顶昏君的帽子扣上来 一样是威信扫地 嘉靖是靠着自己的杀发决断 和带路党帮忙 杀出了一条血路 重塑了自己的威权 但是这条鲜血荆棘密布的 孤家寡人之路 到底有多难走 万历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他有点怕了 想缩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张经带着满满的 一大箱子的黑材料 来到了一昆宫求见 万历十八年的冬天 来得特别早 才过了十月就已经是寒风呼啸 天坛地动了 而一昆宫当中呢 自然是温暖如春 所有门窗 格棱都已经贴上了厚厚的皮纸 还挂起了昂贵的薯皮帘子 宫内不光是有地龙 每间殿阁内 都还有在四角 点上了四具暖龙 这暖龙呢 又叫做熏龙 分为盆和龙两部分 制作十分精美 一米多高 或是三足鼎立 或是四角正方 或是青铜溜金 或是掐色法郎 那总之啊 都是十分华贵的 但是真正贵重的 是里头火盆当中 跳着蓝色火苗的燃料 没有丝毫的烟火气 只有扑鼻的檀香 因为炉子里面烧的 就是檀香 正贵非娇贵 嫌银丝共探吧 还是能够闻到烟气的 这好几年前 就已经开始烧檀香了 檀香可是很贵重的 市面上要十两银子一斤呢 宫里采买价格 是八十两银子一斤 这还是西辛斯 谈下来的打折批发价呢 管事牌子还被皇帝给夸奖 会过日子呢 一昆宫 一天就要烧 一百斤谈香 小冰河时期 每年取暖的时间超过四个月 皇帝不老缺钱才见鬼呢 言归正传 此时立在预案前的万利 满头大汗呢 却也不是因为热的 而是被摆了满满一桌子的材料给吓的 这万利的手里面拿着一张 张经贴心整理出的太长不看板 哎呦 这光看着上面的内容 就已经让他冷汗直流了 什么江南集团 已经实际控制了江浙敏月和鲁东 这些地区啊 已经只知道集团 不知道有朝廷了 只只有赵浩 不知有皇帝了 他们还相对地控制了 湖广江西和鲁西 并与山西结盟 在陕西四川各府县 也都设有移民办和办事处 源源不断地汲取着移民的同时 还在疯狂地收买民心 拉拢官身 什么江南集团在海外自立官府 编户其民 其海外十八省面积 已经大过了大明本土 拥有两千万 最死心塌地的移民 什么江南集团 全民皆兵 仅海外便拥有着民兵三百万 武装精良 训练有素 不亚于官军精锐 那是还有什么 江南集团钱粮充足 十倍于朝廷 尤其是钢铁制造业 异常的发达 非但钢铁产量 千百倍于朝廷 农民的农具 也好于锦衣卫的绣春刀 什么江南集团的火器之先进 这不可以道理计 民兵 人手一支龙青士步枪 性能完全优于神机营的鸟冲 其精锐部队装备的万力士步枪 可以精准射击二里外的敌人 其强大的火炮 足以摧毁成墙 什么江南集团的战舰 异常强大 一艘就可以扫平朝廷水师 什么江南集团收买和培养的官员 也已遍布朝廷 大明一半以上的文官 已经绝对不可信 剩下一半也要打个问号 对边疆的收买 那更是丧心病狂啊 看到这儿 万力已经收缩压二百五了都 下面呢 还有什么江南集团 疯狂的在海外开矿啊 各种金银铜铁锡煤矿 遍布了十八省 什么江南集团 垄断了全世界的糖业 丝织业 棉纺业之类的 他都已经完全看不进去了 大殿当中针络可闻 张红和张经 势力在皇帝的身后 大气都不敢喘 好啊 好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万力终于回过身来 只见他一张苍白的胖脸 变成了青色 然后红得像是猴儿屁股一样 再嘟嗦着腮帮子 转过身来 见天崩地裂 就在请客 这张红张经赶紧跪下 可谁知啊 这万力啊 确实将那一摞纸 狠狠地丢在了张经的脸上 这双目血红地怒吼道 把这个狗奴才拖出去 着实打 皇爷 张经都惊呆了呀 这没有想到自己 辛辛苦苦两年多 还是逃不了挨揍的命 奴婢冤枉啊 你还有脸喊冤 万力将桌上的那些材料 猛地扬起 怒吼道 你呀为了自保 竟敢编这些离谱的谎言 吓唬朕 赵浩是牛逼吗 你这么漂亮地吹他 都把他吹成天兵天将了 知道吗 照你这么说 朕直接把天下善位 让给赵浩好了 他还跟朕磨叽这么些年 干什么呀 幸好因为过于离谱 万力终于回过神来 这才是险些没有尿裤子 你知不知道啊 愣着干什么 把他凑下去 狠狠地打 打不死就接着打 打死为止 咆哮帝 对着在门口 迟出的内侍吼道 难道你们也是要 相信他的鬼话吗 几个内侍啊 这才赶紧跑了进来 拽住了张庭就往外拉 皇爷息怒啊皇爷 怒必忠感义胆 绝对不会哄骗皇爷的 其实很多导听图说 孤立不正的情报 奴婢都没有往上写呀 奴婢 好嘛 感情这还不是完整的呀 不用拖出去了 张公公还没松口气呢 却听到皇帝 继续咬牙切齿地说 就在这眼前打 这样才解恨 好嘛 光听响弄不解恨啊 内侍便是取来了一块毡子 垫在了张庭的身下 按住他的手脚 又用湿麻布紧紧地塞住他的嘴 这麻布里面啊 是偷偷浸了麻药的 万历整天仗则宫人 都不知道已经打死多少太监宫女了 这听声就知道 这板子是下了几分力 所以内侍们是不敢放水的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减轻一下 厂功的痛苦 然后脱掉他的棉裤 露出了两片伤痕累累的定位 几个身强力壮的内侍 这才抡起了销成锤状的立木板 开始五十八十的 抡起了大锤来 不是 这打起了板子来 没挨几下 张庭就呜呜的闷叫成了 扭曲成了麻花了 这钉上却是血印子呀 第2173章 矿剑睡使下 万历备手立在殿下 目不转睛地亲自奸行 一直打了几十下 张庆的锭都开了花了 他这才抬了手 啪啪声 戛然而止 现在该实话实说了吧 万历冷冷地问道 皇爷打死奴婢 奴婢化 皇上的 城上的 也是实话呀 东厂整整两年布局 安插了无数安装在海外 然后派 帆子两人一组 去收消息 就是怕他们回来糊弄 起贤奴婢也是不信的 可是回来了十几组帆子 全口都是中口一词 一个个失魂落魄的 都已经下掉了魂啊 皇爷可以传唤他们来对质 就知道奴婢 并无夸大之策了 说完 他便是聪明地晕了过去 那时看着万历 意思是 这还打不打呀 万历烦躁地摆了摆手 那时们是如蒙大赦 赶紧是手忙脚乱 七手八脚地 抬起了毡子 小心地将史上最惨的场宫 给弄了出去 张红便是无声地跪下了 简实起了满地的纸张 你信吗 便听到万历悠悠地问道 老奴乍一听 确实匪夷所思 张红低了头 一边收拾 一边小心翼翼地道 想必那些帆子为了表公 多有夸大其词之处 不过 说着他微微抬头 看向了万历的脸色 铺垫完了 不过才是重点 皇帝沈啸一声 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 目光涣散地 看着层层围漫外 被抬出去的张经 怎么 心疼干儿子了 老奴不敢 只是语以为 外边人固然言之过甚 但是空穴来风 非是无音 老奴老家 有句话 叫小心不怕多 张红匍匐在了万历脚下 重重叩手 虽老奴斗胆以为 防患未然总是不会错的 黄爷 万历哼了一声 确实没发作 道理很简单 就算东厂真的夸大其词 但是哪怕是所报 有一称是真的 他的江山都要有一主的危险了 如此向柳 竹笼般的庞然巨兽 断不是朝夕间生成的吧 那为什么之前就没人跟朕说呢 之前都知道江南集团很强 富可敌国 而且四海之上都是他们的船队 只是他们一直很狡猾 守于内而发于外 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强到这种地步 之前又有两任首府做靠山 没有确凿证据前 谁敢贸然指控他们 设立东厂不就是为了防危杜剑的吗 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到现在才来报呢 其实啊 万历就是不讲道理了 他又不是不知道万历十五年 东厂胡同那场大火 张经调查江南集团 他也是知道的 但是皇帝要甩锅 张宏怎么能够点破呢 只好都推到了 已成种中枯骨的冯宝身上 说什么之前 东厂都是冯宝把持的 他给赵浩达掩护 这宫里面啊 当然是两眼一抹黑了 等张经接受东厂 不是在百废待兴之时 便着手全力调查江南集团了嘛 张宏说话是慢慢悠悠的 却聚聚在里 十分的有说服力 不愧为内向 万历沉默了好一阵子 方是沮丧地捂着脸 忽然哽咽道 这还是不愿相信的 其实啊 是不敢相信 所以说呀 徐格老的心血 才是王道啊 张宏不敢再吭声了 半君如半虎 分寸把握不好 难免会不张经的后尘 你说 那么多的臣子 一个个不要命的 争国本 口口声声的 忠君爱国 怎么就不提醒朕呢 张宏心说呀 这 于谦张居正之后 很难要求文官忠君了 那至于争国本 争的是谁说了算 争的是将来 别万历之后 又一个万历 那自然这些话 他是更不敢说了 还有那些个武将 他们真的都被赵浩收买了吗 万历这下子终于想起来了 自己不仅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远方的边帅啊 这个老奴可真不知道 难道 朕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万历那神情慎人的哥哥一笑 直勾勾地看着张宏 不会你也不可靠了吧 黄爷呀 可不能脏水孩子一起盗啊 我们这些无根之人的根 在黄爷身上 离了黄爷便狗头不如了 黄爷是绝对不用怀疑奴婢们的忠心呐 万历盯着张宏那张满是泪水的老脸 半赏方是仰头一叹 是啊 也就你们这些家奴 跟朕是一条绳上的骂蟑 是 奴婢们是黄爷的家奴 所以生死都在黄爷一念之间 当然 也有那心属不正者 比如郑德朝的刘锦 可是任他如何嚣张 皇上一个条子就能把他凌迟了 所以老奴斗胆说一句 刘锦也是忠于武宗皇帝的 要是刘锦在 武宗就不会落水了 住口 万历刚要出声呵斥 这种事情也是你个死太监可以妄言的 但是转眼一想 这都都架在脖子上了 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便欺然一笑道 给朕开瓶汽水 张宏便是赶紧打开了木匣子 从厚厚的棉被当中 摸出了一瓶冰镇的快乐水 呸的一下 拔掉了木筛子 给皇帝倒在了玻璃杯中 你继续说下去 万历喝了一口快乐水 刺激了一下味蕾和精神的 那老奴就冒死禁言了 之所以造成 今日之局面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先帝太亲近文臣 什么都听那高拱的 结果被那帮文臣哄着 撤回了在各地的镇守太监 兼军太监 就连三大营的坐营太监 也取消了 把我们这些天子家臣 通通碾回宫里 防贼一样防我们 一旦离京就被参奏 我们怎么给皇上看家呀 张宏身为太监头子 不管是什么时候 总是要替三万太监谋福利的 他最瞧不上冯宝那种 为了虚名讨好外臣 丝毫不给内庭争前途的坐牌 不得不说呀 他这个时机是把握得太准了 正好是万历皇帝别无选择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果然万历对他的话是深以为然 都撤回来 确实是太失策了 他自然知道 宣宗宣德皇帝 为了制衡文官集团 这才打破了宦官 不得读书十字的组织 设立了内书堂 教习宦官读书十字 还将那披红权授予了私礼监 栽培他们成为皇帝的羽翼爪牙 好制衡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 而此外 宣德皇帝 研习了成祖爷 委派宦官 单纲出使 专征 监军 还有分阵 情报等重要的任务 还在九边十三省 超官士伯斯等重要的地方 都设有镇守监军太监坐镇 代表皇帝监视文臣武将的一举一动 要是这些个镇守监军太监都在的话 他又怎么会因为一个冯宝吃里扒外 就对江南集团的膨胀毫无察觉呢 那样的话 冯宝也不敢蒙蔽天厅啊 唉 真是坑爹呀 万丽是恨得又灌下了一口快乐水 想到这也是江南集团出产的 便是狠狠地丢下了暖笼 杯子咔嚓摔了个粉碎 这气水啊 呲啦呲啦地变成了焦糖 月吧 第2174章 击鼓 幸好朕前些年还力排众议 恢复了内操 现在要三千进军素位左右 不然这睡觉都不安生了 万里又感到的庆幸 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不知有靖军 三万名内侍都会誓死保卫皇爷的 张红盲传声道 嗯 现在当务之急 是必须赶紧恢复镇守和监军太监 看住那些文武百官 不让他们跟江南集团勾三打死 万里说着一咬牙道 不 要把军政大权抓过来 这样朕才好把他们统统都收拾掉 皇爷圣名 这是治本的法子 只是赵浩和江南集团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真实情况 以为皇爷还蒙在鼓里呢 这时候打草惊蛇的话 会不会让他们提前苟急跳墙呀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万里微微汉手 寻思片刻 一排大腿 有了 这户部不是总窟窮吗 那朕派内奸到各地核查税务 督查矿场 看看到底为什么商税矿税总是收不上来几个 这合情合理吧 以矿监税矢之名行镇守监军之实吗 万里觉得自己仿佛又行了 得意地说道 皇爷真是胜锐绝顶呀 果然什么事都难不到皇爷 哈哈哈哈 那当然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镇派中官充当矿监税矢 无需进过外庭 他们只能是干看着 于是啊 万里十八年十月下旬 万里遣内臣 责问内阁 旅有人书请开矿 为何不见户部奏复啊 收府深诗行等不明所以 便是老生常谈的回奏说什么 开矿必当巨重 巨重必当防乱 怕拆关 扰害地方军民 这着实无大矿可开 这些云云 那总之啊是诸多不便 想要糊弄过去 你感觉自己都要窒息了 只有不断地折磨工人来发泄 便呵斥了那两个宫女道 谁让你们停的 都想要进敦锁吗 这是他发明的小游戏 让两个如花似玉的宫女 一人一下 互相地扇耳光 哪个先撑不住晕过去 醒来的时候 就会被装进敦锁当中 一锁就是数日 而所谓的敦锁 就是一个一尺剑方的木箱子 上面开着四个洞 分别锁住手脚 因为进去这种刑具之后 宫女只能像狗一样 蹲着而得名 时间一长 头晕目眩 痛苦至极 很多人因此而死去 不死的人 也会落下终身的残疾 两个人已经是 鼻青脸肿的宫女吓坏了 那赶紧是毫不留情地 使劲扇对方的耳光了 听到那啪啪的脆响声 万里这才感觉到 没有那么堵得慌了 摆了一双手 对张承道 不见 让他有什么事剧本吧 汇集门收本处 不断有咳嗽声传出 这是海瑞发出的 北方的寒冬啊 是老年人的天敌 他年事已高 又不注意保暖 入冬之后便病倒了 海中平赶紧请 西山医院的大夫 给父亲来诊治 一番打针吃药 这才见好转 但大夫嘱咐他 仍需卧床静养些时日 但是海瑞得知了万里 要派矿监睡使 四出的消息 哪里还躺得住啊 于是强撑着病体 来求见万里 太监们自然是不敢怠慢 这位活着的神仙 赶忙是一面入内通饼 一面请海公妇 到职房当中坐等 等了足足一个时辰 替他通饼的收本处 管事太监 陈举方是鼻头通红地回来 一面在炉前烤火 一面对着海瑞 歉意地说道 哎呦 黄叶身上不爽力 就不照见了 青海公妇 有失剧本 上本 老夫今年连上五本了 全都石沉大海 八成 他看都没看 海瑞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啊 你没同饼上去 是宗庙存亡的观天大事 小的当然有说了 陈举叹了一声 太监也不都是贱人 比如说他就是不太贱的那种 便是压低着声音道 你老还是别干上火了 皇上绝技是谁也不会贱的 好吧 老夫 不让你为难了 海瑞点了点头 在海中平的搀扶下起身 缓缓地走出了收本处 五门外的天空千云低垂 灵星的雪花飘落在了 海瑞父子的脸上 就像是苍天落下的 晶莹泪水 父亲 咱们回去 海中平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 那从来都是 鼻挺鼻挺的腰杆 也因为衰老和病痛而勾搂了 海瑞点了点头 便是在儿子的搀扶下 缓缓地走过 长长的千步狼 路上 他用罕见的温柔语气 对罕中平道 儿啊 过了年 你就二十一了 你岳父那边 也催了几次 收拾收拾 回去澄清吧 儿子不放心 父亲啊 你就不用操心为父了 成婚后 要照顾好姨娘和弟弟妹妹 好好和媳妇过日子 这件事不要学爹 我对你奶奶又敬又怕 对你娘一直很冷淡 现在向来 那样是不对的 可惜啊 她已经不在了 那就 对你韩姨娘好一点吧 她这辈子 也很不容易 父亲 父亲怎么忽然说起这些来了 海中平有一些不安的问道 因为海瑞平时啊 从不跟他俩儿女情长那一套 没办法 可能人上了年纪 就爱婆婆妈妈吧 海瑞说完 站住了脚 对了 明天 你送六千银子到布里 结一下他们垫付的柴火钱 是 父亲 剩下的一点钱 就做回去的路费吧 海中平抬头一看 父子说话间 已经是出了长天门和长安右门 右手边一个小小的鼓楼 就是大名鼎鼎的登文鼓院 而这面可以直达天子的明渊之谷 大名自然也是有的 但是不能够让你随便敲响 首先啊 这面鼓是在有锦衣卫把守的院子里的 同时呢 还要御史在值班 凡是民间辞送 必须要自下而上 一级一级的上诉 只有省里该管不管 或者是重大的冤屈申诉 才允许敲登文鼓 而敲响之后 值班的监察御史啊 马上带着上殿面君 谁要敢阻拦 那就是死罪 至于家庭婚姻纠纷 土地等小事 是不允许敲登文鼓的 本朝登文鼓制度 虽是专在开辟明渊 申诉之路 但戒之行 严见之事者啊 依然是不觉于使的 那甚至会出现 极为暴力的尸剑 红武时 清文圣为民请命 积登文鼓已尽 避自经于鼓下 正得时 许天赐弹劾刘锦 夜聚登文鼓壮 之后一自经 震动天下 还有天顺时 万古人渣刘其震 复辟之后 为他燕爹王震 正名立相 赦经中辞 还为他达爹 也先在着京城立庙供奉 却要杀 被蒙古人俘虏之后 唯一对他寸步不离 百般保护的元宾 这百官都知道 元宾是冤枉的 都在为宝中 如此忘恩负义而不平 可惜啊 内外闲冤者 莫获敢发也呀 这个时候 是一个和元宾 素不相识的 游七公杨勋 愤而不平 即登文鼓为其诉冤 以性命质问宝宗 可还记得 元宾当日 保护圣公 北偿艰苦之功吗 他毫不留情地 怒斥朱祁镇 一个忍心 如此对待自己 大安人的君王 心性实在是太过可怕 足以令天下 所有人不寒而栗 朱祁镇被吓出了 一身冷汗 这才不得不留了 元宾一命 这就是登文鼓愿 当叩昏不闻 上书不答 人主拥毕 吉一时 时有靠着这最后的手段 来震聋发聩 见父亲的目光望向了登文鼓愿 海中平瞬间就明白了 父亲要干什么了 脸色一白 想要拉着父亲离开 放手 而之前站都站不稳的海锐 却是纹丝不动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 对着海中平说 在这里等我 海中平下意识地就松开了手 呆呆地看着父亲拄着账 步履攀山地走进了登文鼓院 而院门口把守的锦衣卫 自然不敢阻拦 赶紧进去通病 很快 职守的御史 和一名锦衣总旗跑了出来 向海锐行以大礼 前者 功声问道 功夫亲来 有何贵干呢 打开 海瑞看着登文鼓前的那些大铁锁 功夫恕罪 上头不让敲鼓 太祖成祖设立的登文鼓 居然不让敲 还给上了锁 说说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海瑞双目如电 看得那个总旗小脸发白 腿肚子转筋 被门神那样的 降妖除魔的目光凝视的感觉 实在是太销魂了 您老有什么事情啊 直接跟下官说也是一样的呀 是吧 这御史啊 抢在海瑞发飙之前 小心翼翼地说道 跟你说没用 放心 面对的是老夫 谁会怪罪你们 海瑞倒提着鱼目手杖 做事就要砸门 打开 不然老夫自己来 两人对视了一眼 后者也只好是乖乖地掏出了钥匙 给海瑞敞开了上锁多年的登文鼓楼 海瑞便扶着落满灰尘的楼梯 吃力地爬上了二楼 用拐杖卷了卷 面前的蜘蛛螺网 一面硕大无棚的登文鼓 便现出了原形来 他四下一看 找不到骨锤 索性便是双手握着拐杖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敲击下去 沉闷而巨大的鼓声 震得这两个人的心脏 都快要跳出来了 鼓声传到了不远处的六部衙门 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伙计 愣了一下 这才意识到 是登文鼓响了 这还是万里年年的头一回呢 官员们议论纷纷 赶紧打发去瞧瞧 这是什么人在击鼓啊 那鼓声隆隆 也是传入到了紫禁城 虽然一昆宫里面听不到 自然是有太监 第一时间禀报了万里 王爷 有人敲登文鼓了 一个小太监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什么人 怎么不来下 万里啊 当时就把这脸给拉成了驴脸了 因为击鼓的是海门神 登文鼓一响 半个北京城都听见了 尽管百般的不情愿 万里只好宣剑 小半个时辰后 万里在乙昆宫正殿升座 头顶是他爷爷亲笔所提的 光明永昌匾额 宣海 功夫怎么也学那些言官 危言耸听 专拿百姓做挡箭牌了呢 万里也不接那本 而面生不悦道 宫里朝里没钱 朕派矿间睡使 去采天地之力 争伤骨献余 不给百姓增加负担 这正是爱民的体现 怎么到功夫嘴里 就成了荼毒百姓了 皇上想加收工商矿税 以补国用 是没错的 但需要先令南北户部 会同各部政司 统计调查 该省各府州县 工商规模如何 利润急需 然后或心里明目 或适当家派 以增税额 再搬行法令 明示天下 令百姓知其然 继而在某省事行 官其利弊 果然利大于弊 方可推而广之 然我大明各省 差异极大 南举北支 不可避免 故而不可催磕太极 当盛重缓刑 万不可 劫责而鱼啊 说着 他再度朝着万利 举起了手中奏书 更不可 绕过朝廷官府 为派中官 令开 绝取之徒啊 哼 合着这个就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太监点灯啊 周官也不许放火 家父必须慎之又慎 警方贪官污吾 借机中宝私囊 祸害百姓 所以要有府安监督 要有磕道参奏 还要允许百姓申告 而不能一味偏袒官府 老臣听说 皇上要派 矿监税使的消息一出 中官立即如营驱臭 闻风而动 据说 派往那些油水丰厚的地方 已经开价到 十万两银子以上 而且 每年还要孝敬大当 两到三成的收获 哦 是吗 万人一听 脸色更难看了 冷冷地撇了一眼张红 他娘的 只有这好事 不给朕上宫 第2176章 金玉良言 下 老奴这就查问下去 张红先把字迹给摘了出来 然后呢 看了一眼海瑞 小声地说道 海公父也听风就是雨了 宫里孩儿们都苦哈哈的 莫说十万两 能拿出一百两来的 又有几个 大部分是没有能拿出来的 海瑞的耳朵呀 灵得很 冷笑了一声道 可他们法子多得很 老实点的 几个人急资 买一个矿间碎屎的位子 路子广的就跑去找皇亲国戚 借高利贷 九出十三归 还有胆子大的 直接空手套白狼 一一到外头 谎称自己已经拿到了某个肥鹊 然后高价卖一波手下的位子 结果收到的银子 买完了肥鹊 甚至还能有赚 万利都听傻了 没看出来啊 这宫里面个个都是人才啊 这要是派到地方上去 那还不是辫子翻的给挣稿钱 所以皇上 他们重金买下了矿间碎屎之位 到地方上肯定要刮第三尺 连本代理都捞回来才行 对此 他们也毫不掩饰 全都磨刀祸祸 嗷嗷叫着 等陛下开闸 放他们四处了 这种情况下 靠谁来监督中官 又靠谁来限制中官 中官在地方为非作歹 周县官员 如何处置这些天子内侍啊 海瑞是痛心疾首啊 放出这些 谁也管不了的恶虎恶狼到地方 一定会横振暴脸 敲鼓拨随 使皇上和朝廷人心尽失的 会将所有人都推到对立面的 如果有人振臂以护 必定明乱四起 射击动摇的 万利被海瑞给怼得哑口无言 讲道理赢不了 就改变策略 开始诛心了 他双手撑在膝上 而身子微微前倾 冷冷地看着海瑞 功夫不妨说清楚 谁振臂以护啊 谁都可以 海瑞什么时候在气势上输过呀 也是冷冷地看着万利 皇上别忘了 前朝是怎么亡的 我大明的天下是怎么来的 莫道使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蒙 海公父啊 海公父 怎么连你也迫不及待 想要改朝换代了吗 我海家 是受还恩 老臣这条命 还是当初 适宗皇帝留下的 不是为了保全 皇上宗庙 又何苦抱此老迈 垂死之躯 把涉六千里 北上苦征啊 说得好听 万利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豁然站了起身来 走到海瑞的面前 浮身嘶吼道 少在这装忠诚了 这让人查了一下 江南集团 就是你巡抚应天的时候 做大的 你当年还给赵浩送过礼呢 你们勾结了几十年了都 海瑞一愣 好容易才想起了 自己送给了赵浩的一包鸡蛋 还有家乡的蜡烛 这 这也算行贿 老程与赵浩 确实是忘年交 但也仅止于朋友之宜 至今从未为他寻思过 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交易 请陛下收回刚才的话 当了门神就是不一样啊 连朕都敢命令啊 你要是忠臣的话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提醒朕 赵浩的狼子野心 从来不告诉朕 江南集团已经伟大不掉了 起先是没料到 因为江南集团 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 他们根植国内却在海外发展壮大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外 迅速的强大起来 等老程察觉到的时候 江南集团已经无可匹敌了 告诉陛下 只会让情况变得更早 万历从嗓子眼里面发出了一声冷笑来 背着手看向了太监们道 听听 听听 这还是人话吗 这就是你们崇拜的海瑞啊 皇上先别急着上头 老臣的原因有三 一是对方的强大超乎了想象 与朝廷一比 就像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和我这样的老人一般 万历脆了一口 想要反唇相机 可那份东厂报告 让他把话头给憋了回去 二是江南集团 以造福百姓复兴华夏为宗旨 二十多年来 他们也是一直这样干的 而且江南集团是外向型的 一直致力于为我中国扩张疆土 让我汉人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让那些从前无解的矛盾 在扩张中得到缓解 甚至淡化消失 此外 他们让土地亩产提高数倍 则是变相缓解矛盾的法子 所以 大明完全可以度过中衰之节 步入一个远迈汉唐的盛世 还大明 是大宋吧 这是老臣的第三个理由 赵浩绝无窜逆之心 对对对 就像他老祖宗 怎么能有道德瑕疵的 还是等陈桥兵变 下面人为他黄袍加身吧 下面人也不会的 因为赵浩在集团大会上早已郑重宣布 敢言山河在赵者 立即以谋反处死 呃 万历的眼中闪过了惊喜之色 这赵浩这又当又历的 不是在给自己创造挽回局面的时间吗 陛下不必心怀侥幸 赵浩绝无妇人之人 否则他也不能把江南集团牢牢掌控在手心 海瑞却是打破了他的妄想 说出了一番让万历此生再也无法安琴的话来 他的目标是消灭地质 让天下变成天下人之天下 而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他要恢复缠绕 要是让下面人都有当国君的机会 那些人肯定会拼命拥护他的 那还真是恐怖了呀 大家什么愁什么愿呢 什么恨呢 为什么要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啊 皇上这么理解也行 逼利千任 无欲则刚 他不想着把天下变成自己的私产 便可以把天下拿出来与天下人分享 以无需为保自家天下 对天下人百般防范 而陛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 皆出于己 以天下之利 尽归于己 以天下之害 尽归于人 敲拨天下之骨髓 离赞天下之子女 以奉陛下一人之迎乐 事为当然 约我产业之花戏也 这个时候海瑞的目光已经是完全压过了万力 毫不留情的 跟照好一笔 陛下九十个毒夫 事实上 他早已是天下归心 如果他举起一起 则瞬间闪合一色 陛下必败无疑 全无胜算 而万力都已经被海瑞给吓尿了 他倒退了两步稳住身形 那他怎么不举啊 老臣说了 他必须举一旗 要有大义的名分 他父子深受先帝之恩 陛下不似结兽之虐 赵浩如何举旗 陛下派出矿间睡时 肆虐天下 难道是嫌他动作太慢 想要帮他举旗吗 第2177章 碧血清天 送日月 易坤公万力被海瑞给怼得一时没了气眼 闷声道 所谓矿间睡时只是个幌子而已 海公也不用担心他们会胡作非为 朕会约束他们 让他们专司镇守监军之职的 这话他自己都不信 说是拿矿间睡时的名义来去当幌子 还不是因为他强烈的贪财心作废吗 叫什么都一样的 海瑞哪能听他忽悠啊 毫不留情道 只要陛下将中官派出去 他们必然要搜刮 要作恶 当年世宗皇帝 为什么要召回各地的镇守太监 就是因为他们当藩王时 亲眼目睹了那些 宦官在地方上 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 张宏张成的几个大当 都是低头看着脚尖 暗暗地恨道 真是个老不死的呀 老臣肯保证 只要派他们出去 长则十年 短则数载 必然祸及宗庙 如果陛下执意要派 老臣愿比古人事件之意 就让他们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吧 万里灯是被吓到了 谁都知道 这海瑞是说到就会做到 那你说 朕该怎么办 眼睁睁看着他们上房接瓦 洗净了脖子等死吗 啊 咆哮地无能狂怒 不 陛下是可以自救 亦不难自救的 就连保全宗庙长久 也绝对不是奢望 哦 你讲 万里来了兴趣了 他就是一个又拧又怂的货 愿陛下学先帝 海瑞开出了他的药方 父皇 万里心中大审 他最瞧不起就是他的老爹了 总认为是他爹丢掉了皇祖父好容易夺回的权威 这才搞得自己这么累 便是撇了撇嘴的 阎官们都说 我父皇悠游退训 代费秤 牧宗庄皇帝即位后 称之以宽赫 恭修玄墨 不将接续而运天下 无在蜀人大臣 引大体 不凡科 无为自画 好敬自正 故六年之间 海内欣然 称 太平天子云 虽然 先帝确实懒了点 笨了点 而且 有寡人之急 但 老臣仍认为 先帝 乃贤君明主 如果陛下 也能学先帝 行皇老之道 无为而至 亲民爱民 此数恭俭 必天下人 无不称颂 无人不拥戴 那时 又有谁会支持 赵号举旗呢 如果陛下 能言传身教 使后世皇寺 皆以百姓之心为心 请之爱之 同悲同喜 则 太祖宗庙 传之百代 也绝非不可能 好家伙 我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功夫的高招 就是打算让朕当百舍呀 绝对不是百舍 国之大事 再似于荣 似有之凡 荣有受慎 神之大劫也 谁也替代不了 陛下主祭的地位 而且 向祺宇 清庚之礼 还能体现 爱民之心 陛下只要 抓好祭祀 这一头 每一次 郑重其事的祭祀 都是一次 神圣的强化 自然 无人敢冒犯陛下 这大明 谁说了算 是朕 还是他赵浩 父皇当年是有权不用 朕叫赵浩死一死 难道他还会答应吗 国事艰难 关乎国运兴衰 万民福祉 当家作主者 当不以一己之利为利 而使天下受其利 不以一己之害为害 而使天下适其害 此其人之勤劳 必千万于天下之人 不以千万卑之勤劳 而己有不想其利 必非天下之人情 所欲居也 而且不做主 就不会出错 也不用承担责任 想其成 却不受其苦 可立于不败之地 何乐而不为 海公 你是欺负朕读书少吗 我可是能考状元的 你可举人还蒙不了我 这不又是正规宁氏 既责寡人吗 朕之前十五年不就是这样吗 这样的日子 我是一天也不想过了 正由宁氏 既责寡人 这句话的原句啊 是出自于左传上 以示魏宪公说的 那魏宪公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他当时被赶出了魏国 为了回国 对禀国的宁慧子 宁喜说了上面的那句话 意思就是 只要能够让我回来 继续做国君 那么正事都交给你 我只要负责祭祀就可以了 陛下偏颇了 只负责祭祀 没什么不好 后主也说过 正由葛氏 既责寡人 刘善是王国之君 但罪不在诸葛 哈利暗暗地翻着白眼 心说 你要是有刘善一半审心 大明也没有王国之余了 北魏宣武帝也说过 正由江氏 既责寡人 北魏 不是在江瞻的手里 进入全盛时期的吗 所以 既责寡人 没什么不好 不干事 就会不犯错 也就永远不用承担责任 不会被 马城无道 有我太祖功德在 只要皇家 一直亲民爱民 皇位传之百代 也没有问题了 哈利对自己 冥思苦想了多年的法子 十分满意 觉得呀 这是两难自解的最佳方案 满怀期待的 河盘拖出了 虽然赵昊 希望废除地质 但 万幸我大明 得国罪证 数千年来 万民 又已习惯了帝制 所以 如果天下人 还希望有皇帝 这个 虚君实相的结果 他也不是 不能接受的 陛下现在 跟他谈的话 还有极厚的本钱 可以争取到 一个极好的地位 如果蒙皇上不弃 让老臣去谈的话 老臣会竭力保留 陛下否决之权 要求所有文武官员 都宣誓效忠 并且所有法令 都要习后方可生效 这样 陛下的实权 还是很大的 说完了吗 那边海瑞说的是热火朝天 却听万利 无比冷淡地说道 真是忽必烈大 忽必烈烈 什么 这海瑞愕然的 脑袋一下子当机了 哼 海功夫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万利冷横了一声 转身回到了宝座上坐定 咬牙切齿道 身为大臣 你居然要让朕 去跟你贼谈判 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也比生死灭国强吧 海瑞嘴唇颤动 被气得是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皇帝 倘若不能六合八荒 唯我独尊 顺我者常 你我者亡 那还算个什么九五之尊呢 五年前朕就发过誓 一定要把大权夺回来 再做傀儡 勿宁死 这天下是我祖宗 打下的产业 倘若朕不能做主 那就让他给朕陪葬吧 第2178章 万利皇帝不信邪 说完 万利猛地一挥手道 海瑞 你回去吧 朕不想再看到你了 皇上三思呀 海瑞胸口剧烈起伏 强忍着怒火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朕没有赌气 万利冷笑了一声 张成 现在就去传誉 所有矿间税史 立即离京 不得耽搁 诺 张成松了口气 狠狠地瞪了一眼海瑞 退出殿去传旨了 朱义军 你个不知死活的混账东西 海瑞终于忍不住了 指责万利是破口大骂呀 太祖皇帝的宗照 又毁在你手里了 看你这个不孝子孙 有何面目 去见大明利的先帝 你不配为朱家子孙 住口 朕以为朕不敢杀你 是不是 而万利重重地拍着龙椅扶手 咆哮道 一老卖老的东西 竟然如此无礼 这样辱骂朕 你也配成忠臣吗 朱国不见非忠也 为死不言非永也 简而不用择死 忠至至也 你滔天放横 伤化虐名 荒唐待阵 拘混不恶 德不配位 你不配为人君 你满口谎言 自私透顶 对师父忘恩负义 对儿子不负责任 对妻子百般冷落 对奴仆暴虐成性 你不配为人 闭嘴闭嘴闭嘴 把他的嘴给朕堵上 把他给朕抓起来 朕算是看明白了 你就是脑后生着反骨的逆贼 当年我爷爷就不该留你性命 那就让朕宰了你吧 见皇帝已经怒不可遏了 守在这殿外的禁军 赶紧就冲了进来 用手中长枪 长挤 围住了海瑞 却是没人敢动海瑞一根手指头 这可是活着的门神 海瑞是冷冷的扫了一眼 就全部两股战战纷纷漏尿了 海瑞又满腹悲凉的仰天长笑道 那人说的一点都没错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依依 使天下为私产 父死子祭 治恶也 说着他冷笑一声 神目如垫的撇了万利一眼 吓得万利一哆嗦 既然良言 难劝该死的鬼 那就用老夫这条命 给你敲响丧重 让无辜的百姓 少遭点殃疤 说完 他便是纵身 扑向了一名禁军手中的金戟 那禁军完全吓傻了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长长的脊肩 插住到海瑞的胸前 鲜血瞬间染红了那一瓶脯子上面的白鹤 将整片蓝天和朵朵祥云 也全部都染成了不祥的血色 那禁军直接吓傻了 不顾自己的职责 丢掉手中的长脊 朝着海瑞拼命的磕头 大哭道 小人不是故意的 海公千万别怪罪啊 其余竞军呢 也是纷纷跪地磕头 哭成了一片 而万里直接吓呆了 别看他刚才撂狠话 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伤海瑞一根寒毛啊 你们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 是没啥他的命 他瘫在了龙椅上 喃喃的刀 是他自己寻死的 看着血泼中 已经没了气息的海岗风 万里第一反应是 能不能赖掉 比如说他不小心 自己摔了一跤啊 自己插在脊头上的 但是海瑞是什么人呢 可其人也啊 岂会让他有空的钻呢 不一会儿 便是由内侍通禀说 大学士们在平台求见 而此外 六部百官也都聚集在了五门外 焦急地等待着海功夫出来 他们已经通过海中平 得知海瑞今日求见被拒 到登门鼓院 敲鼓地经过 海中平手里 甚至还有海瑞上书的副本 所以百官已经知道 他入宫的缘由了 说意外 是绝对没人相信的 要是海瑞身上没伤 还可以一口咬定 是他 病情突然发作所致 可是现在胸口 那么大的一个窗口 全身都被血给染红了 怎么瞒得住 万里又想着 要不先拖上几天 让自己慢慢的想办法再说 便是让张宏去平台传话了 说什么海功夫突然病倒了 皇上已经让御医啊 给他诊治了 等海功醒过来之后 自然送他出宫 神石像也不是虎大的 坚持要求入宫探视海瑞 张宏自然不敢大意 便是拿外臣 不得擅入进宫堂塞 说完就赶紧躲进去了 这让大学士们愈加不安 但左后门已经紧闭 突呼奈何 只好回文元阁彻夜等候消息 而宫外的百官同样没有散去 在五门两侧的朝房当中 通宵守候 所有人都意识到 海功肯定出事了 这一宿啊 万里同样无眠 一闭眼就是海瑞 扑向金挤的血腥一幕 要么就是自己孤身一人 被赵昊大军包围的恐怖场面 吓得他是一晚上坐起来好几回 光裤衩都已经换了三条了 一直折腾到天蒙蒙亮 他才迷糊过去 他谁知刚睡着 便被一阵锣鼓唢呐声给吵醒了 哪个宫里死人了 万里暴跳如雷 坐起来就想杀人呢 大清早的吹什么吹 逼阵发飙吗 黄爷 是西长安街上 张宏顶着对黑眼圈道 瞎扯 一面鼓能敲出个细班子来 不是一面 是上千面 是昨晚老百姓知道 海瑞进宫没出去 就跑去敲登文鼓 张经让人提前把鼓藏起来了 他们就把经理的鼓都搬来 各长安右门外敲 可能怕黄爷还是听不见 又整了好几百面破罗 还有锁呢 就 就这声了 好天杀的贼剑才 万里切得是又开启了祖安模式了 滔滔不绝的口吐芬芳 两公娘娘都听到了 让人来问这是咋了 你就回话说 海瑞被朕杀了 外头再给他开堂会呢 诺 海瑞明明是自杀的 皇帝干嘛还要给自己加码呢 还嫌不够刺激吗 就这么说 给朕换免福 西光出漏 昨日的雪花在寒野当中上洞了 将紫禁城的黄马都已经染成了白色 就像是老天爷在为海公带笑一般 再度聚集在五门外的百官 忽然听到了五凤楼上中鼓齐鸣 按规制 这是皇帝升殿举行大典 召集百官上朝的信号 趁公们一个个都不由的精神一振 玄疾心又纠成了一团 万里皇帝已经连续两年 连元丹大朝都懒得举行了 今日却召集百官上朝 显然是有天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百官便是赶紧在左侧门外分班列号 这个时候 宫门缓缓敞开 两列全服武装的净军排队走了出来 在左侧的门前相对斩钉 然后一名太监出来 拖着长枪唱道 啪啪啪的静边声中 百官在红炉色的官员引导下 列队缓缓地进了紫禁城 过内金水桥穿越了幽深的黄疾门 这来到了只有大朝才能使用的正殿黄疾殿当中 便见到了万里皇帝已经端坐在了九龙金漆的宝座上 而且啊 今天皇帝穿了最隆重的免服 头戴着十二流免 身穿着十二张服 摇旋天子剑杀气腾腾地坐在 敬天伐祖的蓝底金字匾额下 双目凶光四射地看着鱼贯而入的重臣宫 带道深诗行率领着百官向万里皇帝叩拜如遗后 万里也不叫平身 而是命张红宣读上誉 赵曰 朕闻人伦之大 父子为先 天礼之道 君臣至重 今有大监赵浩 出自阁门 誓受国恩 非但不思报效 实有欺望之罪 连结党武 败坏朝纲 私立政府 豢养军队 堪称千古一逆贼 朕素叶忧思 捧天下将威 因为这份诏书啊 没办法找隔臣起草 只能让私立剑凑合捉刀 臣子们一听就知道 这是用三国演义上的 一代赵改写的 但是粗烈的山寨 丝毫不影响这份赵树的爆炸效果 轰的一声 黄极殿中已经炸了锅了 百官 如遭晴天霹雳 全部都直起了身子 面面相去 一个个难以置信 震惊万分呢 深石形只觉得一阵阵的眩晕 无意识的难难道 完了完了 全完了 但是更震惊的还在后头呢 只听到张红接着宣读道 海瑞乃国之元老 朕以为公骨 却投赋逆贼 身亏沉洁 已被朕诛杀当场 宣旨当中 便是见到四个进军台这一块门板 从着大驻后走出 门板上 那具穿着衣品官服 双目圆针 全身浴血的尸首 不是海瑞 又是那个 海公 公父 刚封兄 百官再也顾不上什么 军前礼仪 纷纷惊呼着爬了起来 轰着眼睛围了上去 黄极殿中 灯石就乱成了一锅粥 也没有浴室维持秩序了 因为浴室也都已经乱了套了 万力纹丝不动的端坐在了龙椅上 只有紧紧的攥着 剑柄的虎口在发青 泄露出他内心的紧张 但是昨晚他通宵未眠 已经想清楚了 海瑞之死瞒是瞒不过了 那么与其可怜兮兮的解释 说是他自杀的 那还不如说是自己杀的呢 道理很简单 海瑞得对自己是何等的绝望 才会选择军前自尽呢 反正一顶昏军的帽子扣上来 已经足够照号举齐了 所以 还是把这笔章算在自己的头上吧 与其被当成昏军 还不如当个暴军呢 天子一怒服侍百万 流血千里 只有像是祖父和太祖那样 打 打 打 杀 杀 先下手为强 拿出铁削的手段 镇压那帮反贼 就不信堂堂大明天子 拥兵数百万 真的会像海瑞说的那般不堪一击 杀尽江南百万兵 小奸 宝剑 血由兴 决一死战吧 赵好 万里暗暗地咬牙给自己打气 又冷声对着张红道 继续念 诺 望重臣宫 免高黄创业之艰难 纠合忠义两权之劣势 填灭奸党 府安设计 除暴于魏盟 祖宗姓慎 勿令有负 亲此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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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副武装的敬军 高声硬喝着 涌入金殿中 张经也是顶亏待假 在这几个帆子的搀扶下一瘸一拐的禁殿 高声道 臣党奉旨讨逆 先把这里的奸党 给朕抓起来 万里欲发有了底气了 大手一挥 道 陛下 都抓哪些人啊 张经有一些卡壳了 他也是刚刚赶来的呀 还没跟皇上对过词呢 蠢货 还唱功呢 这都分不出来吗 万里白了他一眼 便是对街下围着海瑞哭泣的百官 高声喝道 现在朕就要瞧瞧 谁是逆党 谁是忠臣 别说朕不叫而出 现在就给你们个机会 自认是我大明忠臣的 还有之前跟赵浩一挡有瓜葛 现在愿意回头便是案 凡然醒悟者 统统可以站在左边 朕保证既往不咎 顿了一下 他目光冰冷地扫过了百官 那些坚决跟赵浩一条道走到黑的 站到右边 朕也敬你是条英雄好汉 会给你个痛快的 这百官被万里给搞得有点懵了 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了 赵浅于慎行等人 互相快速地交换了眼神 他们当然不会畏惧皇帝的淫威 但是这个时候都站出来 岂不是郑重万里的下怀 让人家一网打尽吗 还是请陛下先检视一下 杀海功夫是怎么回事吧 这个时候 许国忽然高声质问道 大明第一忠臣 万民谨仰的太子太父 刑不上书海锐 怎么会被一言定为逆贼呢 就算陛下有证据在手 为什么不经三唐会审 让他的罪行大白天下呢 是啊 王家平也是高声道 当年英宗杀于少保 还要先让科道弹劾 三法司审判 坐以谋反才判处死刑 尚且天下冤职 现在陛下草间海功夫的性命 难道就不怕天怒人怨吗 不错 如果海功这样的人被定为逆贼 那我们也没脸当忠臣了 刘东兴便拂袖 率先地站到了右边 对 海功是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 今天 我们还都是逆贼了 大臣们也是哗啦啦七刷刷地 抬着海瑞的尸首 站到了右边 真要斗智斗勇 万利这个二世祖 拿什么跟这些人家家上的大学士斗啊 几位大学士 仅靠着三言两语 请客间就化解了 万利苦思一晚上的杀招 还瞬间就逆转了大义 这一下 就是那些忠心于万利的大臣 这会儿啊 也不敢再往左边站了 那会自绝于文官集团 更会彻底地得罪江南集团 转眼间 只剩下一个深诗星没有动弹了 深诗星身为首府 按理说应该是赶紧获悉尼的 但是万利也不跟他提前通气 说明啊 也是把他早就列入了 不受信任的黑名单当中 何必还要自取其辱呢 他无奈地看了万利一眼 摇头叹气 也站在了右边 黄吉殿 看着所有大臣一个不辣 全都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万利皇帝彻底傻了眼啊 朕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万利刷的拔出了宝剑 恶狠狠的 你当是要抄九族的 朕保证 绝不手软 说着重重于箭 将射于右手边 象征着太平有象的 象坨宝瓶 直接给劈了个粉碎 群臣却是依然门丝不动 说到底啊 还是万利自大了 既不知道自己前翻倒章 中国本已经把大义 给败坏到何等程度 更不知道这海瑞意味着什么 怎么能够乱抢门神的人头呢 杀了海瑞就失去了大义 让所有人都没有办法 跟他站在一边 好啊 万利无能的狂怒 在金殿上挥舞着宝剑咆哮道 好啊 今天真是开了眼了 胡君无父到这种地步 国朝两百年来头一回呀 不 翻遍二十一时 一时头一回 皇爷不要上当了 张红赶紧小声提醒起来 别以为朕不知道 你们打的什么算盘 万利猛然的警醒 剑指着许国道 你是灰州涉嫌人 跟赵昊是临线 所以是他的铁卡 你煽动白官与阵对立 妄图通过法不则众 掩护你的同党 对吧 第2180章 飞龙齐连 怎么输 下 你是灰州涉嫌人 睁开眼睛 睁开眼睛看看吧 你到底生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孽障啊 反了 反了 都被百官指着鼻子骂的孽障了 那这个时候再想往回 受着万利就彻底不做人了 他便是把心一横 恶狠狠地说道 把这些欺凌军夫的狗东西 统统给我抓进赵域 严加审问 一定要把你党 全部都给我挖出来 诺 靖军们便是 嗷嗷叫着扑了上去 别看他们被阉割过 却都是万利精挑戏卷出来 又严加训练了好几年的 身强力壮之辈 这扑上去啊 就用枪杆刀背 将正在放声大哭的文官们 打倒在地 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 这好多人都是都被打得一连血 黄吉殿中乱成了一片 三大殿上次这么乱呢 还是宝宗被野仙给抓了之后 文官们群殴王震的找牙 当场打死三人那次 那之后呢 宦官集团被文官集团 欺压了多少年呢 还有整天挨揍的厂工张经 可一直是把这所有的账 都记在文官集团的头上 这今天终于是有仇的报仇 有怨的抱怨 住手 不准打人 身世兴起的大学士 还想要阻拦 却是被东厂的人 给拎小鸡子似的架了起来 先被带了出去 金台之上 万历皇帝双手主剑 一脸冷漠地看着 两百多名大臣 一一地被抓了起来 投入东厂诏狱 真以为少了张图虎 还吃不了带麻的猪吗 当年太子皇帝 把朝堂给杀空了又如何呀 这不也是 人上杆子补空的吗 最近的左顺门案 他皇祖父嘉靖皇帝也抓了这么多人 打了一百八十多人的庭杖 当场打死了十七人 这一度朝堂未知一空 结果却是沸沸扬扬的大礼仪 自此落下帷幕 后补上来的官员全部都怂了 钟世宗一生 也无人再敢挑战他的权威 好吧 还是有一个的 那个人已经被朕给杀了 万历神经质的大叫声 回荡在了一片狼藉 满地血迹的黄疾殿中 杀了他们 又可以消停几十年了 皇上要把他们全部都处斩 张经兴奋地舔一舔嘴唇 他就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 虽然杀光了文官 这皇帝就只能彻底倚仗宦官 但是张红还是知道一点轻重的 忙是小声地劝道 皇上三思啊 那会让地方上的文武兔死湖碑 投靠赵号自保的 哼 这万历也没有那么魄力的 便是闷声道 朕已经说过一遍了 先严加审问 一定要把逆党全部都挖出来 不杀呀 张经有一些遗憾 皇爷精明 当初皇祖父是将杨慎 等无拼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 带入诏狱考训 四拼以上官员八十六人 孤令戴罪 张红忙是如数家珍地说道 最后也是四拼以上夺凤 无拼以下停仗 受仗者一百八十多人 其中十七人被创死亡 领八人编武冲 也还是区别对待的 这次的性质 可比左顺门案严重百倍 不能一顿仗庭那么简单 万历音声道 先挑出十个八个手握除斩 不悔改 就再杀一批 朕倒是要看看 他们能硬起到什么时候 诺 张经兴奋地硬了一下 这一下能够好好地虐一下 那帮子可恶的文官了 这万历啊 吐出了长长的一口浊气 又问道 矿监税使 都派出去了吗 回皇爷 今天就应该陆续出发了 张成忙答道 这下也不用再遮掩了 统统给他们圣旨 还有亡命棋牌 命都府总兵以下文武 暂规节制 有违抗者一律以通敌罪 先斩后奏 同时立即查封江南集团 所有店铺 工厂 农场 歹斥所有的成员 拒捕者 一律格杀勿论 皇爷 没那么多棋牌呀 张成小声地提醒道 没有就不会陷造吗 万历暴躁的一脚 踹到了另一边的太平油箱 好吧 这下 彻底没有太平像了 但是光抓人超电 还是远远不够的 根据那份高质量的 东厂报告 江南集团 非但掌握了 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 而且 很可能已经把很多的将领 给拉下了水 所以必须要强化 对军队的控制 这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万历又开始调兵潜将 他命令张宏道 你亲自去御马间坐镇 先把勇士营和四卫营收拾一番 然后派人接管京师各处城门 接着又怼着魏巢道 你带一千进军 还有镇的天子剑 去接管三大营 大明京师的武装力量分两部分 一个是三大营 算是皇帝直辖的禁军 号称是大明的精锐部队 在永乐大帝的时候 三大营说是世界第一强军 也不为过 到正统十四年二月 三大营的总兵力达到了十七万 可惜碰上了宝宗这么个败家玩意儿 在土木堡之变之中 主力耗损殆尽 之后文官集团对京营编制进行了改革 一度取消了三大营 直到嘉靖年间 方是恢复了永乐时的三大营救治 只是将三千营改名了神书营 而后高拱的时候 将座营太监朱内臣聚财阁 以大将议员统帅 称总督京营荣正 以文臣议员辅佐 称协力京营荣正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而后张居正又是再接再厉 继续不遗余力地整翅营务 整顿军备 兵力达到了十二万 是以三大营的战斗力 不说是恢复到了全胜 却是野处在土木堡之变后 最强时期了 那此外 还有守卫禁卫军的宇林军 勇士营和四卫营 也有上万的兵力了 都是从全国卫所挑选出来的 年轻力装大高个 迈向堪称是天下第一 而且 勇士营和四卫营 一直是归御马剑管辖 可谓是皇帝最心腹的力量 虽然是被冯宝污染过 但是经过了三年多的进化 还是值得信任的 当然最值得信任的 还是万力亲自挑选 训练出来的三千禁军 有他们素卫工业 他才能够睡个安稳觉 所以紫禁城中的皇帝 有禁军 雨林军 禁军 十几万军队 三重保护 你让万力 怎么可能不拼一拼就认输呢 况且 他还有九边和各省的 数百万大军 昨晚他盘算了一下 就算是刨掉那些 已经名存实亡的 猥琐军队 自己依然还有 两百万军队可用 而且 同样是要感谢张居正 这些军队 还没有多少空额 京畿军队 甚至还处于超额状态 战斗力也有保证 譬如京畿一带 便是有冀州三万 密云三万 永平四万 昌平两万 共计十二万兵力 而官军援额 仅有九万 这都是张居正 加强京畿防务的举措 虽然万力是恨死了张居正 但是真到亮家底的时候 他才发现 一切都是多亏了张先生 此外 辽东 还有八万多的军队 不过 李成良被赵浩处心几率 算解了下去 让着七级光取而代之 所以啊 这支军队是指望不得了